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海的大公报做事 开始是做一些编译的事情 后来到了香港的大公报 那么开始他在1950年开始写他第一部这样子的一个小说 那么开始写的小说包括像我们最早知道的 像是书建恩仇记开始写这些东西 然后后来跟一些人就创办了香港明报 主要是一个比较知识分子看的一个报纸 然后又创办了其他的包括还有香港的明报周刊等等 这个时候在70年到80年代的时候 这个香港特别是在这个包括台湾在内 整个这个环境这个言论自由环境还不是那么自由的情况下 那么在香港主要就成为一个海内外中国人 一个言论最自由的一个地点 那么明报基本上有点像是这个精神上文化上的一个标杆 特别上明报月刊等等这些所推出的这些文章 还有政论性的文章都是一时快智人口的 那么金庸在那个时候是扎梁剑的这个名字 在主持明报跟明报周刊 所以受到这个整个海内外的知识分子 非常这个高度的推崇的 那么他的这个文章开始写的东西 包括从72年开始写的这个 55年开始写这个书建恩仇记 到了连续下来我们大概都知道的 包括射雕还有神雕侠侣 倚天屠龙记 天龙拔布 笑傲江湖等等 一直到了72年的时候 这个用在陆鼎记尾小宝作为这个封关之笔 所以他这些这个几乎等于说他这个金庸这个武侠小说 所以这总共15部武侠小说 基本上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DNA了 所以经过只要读过这个东西 就像读过了这个三国 读了这个水浒 金瓶梅 红楼梦之外 这个金庸的小说也变成这个主要的 这个一般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特别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必读的这些书 那么现在当然这个出来是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各方都表示非常非常这个悼念 认为是中国这个整个这个华人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这个对大家来讲 这个当然他留下的这些著作 当然还会一再的为这个 等于说在书店来讲是一个长销书 那么这个中庸 金庸所做的这些一切 当然是这个在现代上来讲 在当今整个中华文化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场景来讲的话 中庸 金庸可以说是第一人 影响到的人 不光光是在这个中国自己本身里面 包括所有能够读到文字 读懂中文的人 基本上都会受到这个这个金庸的影响 受到他的这个文字 他的这个著作影响 所以有人会说这个将来 这个即使这个任何的政权都会改变 可是金庸的文字跟他的作品呢 当当就会变成是万万万万万岁的流传下来 那么另外他在这个报业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 我们刚刚提到他在这个香港创办这个明报 在那个时候的这个情况下 在这个两岸之间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整个这个文字 还有这个言论思想都受到钳制情况下 那么他这个地方从香港 以他这个地方明报 跟明报月刊来讲 真正的是让所有的这些知识分子 都能够自由发表原理的地方 他这几部小说再连在一起 有人做了一个打油 做了一个一个诗 叫《飞雪连天舍白鹿》 《孝书神侠已避冤》 这个当然是把他几个十五部的这个处作 除了愿女见之外 这个都串着起来 所以今天早上这个当然一开始 大家这个一醒来看到手机上 都讲的都是这个几乎都刷屏了 就是金庸扎量院去世的事情 那么当然在这边大家都会表示 是深至的这个爱痛 也这个纪念 也会挨到金庸这个人 以及他的作品 那么接下来当然是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也是今天早上突然冒出来的一件事情 本来我们本来这个要谈的就是 有关于这个车队的问题 就是这个大鹏车队 有关于移民的问题 那么今天上午冒出来 今天早上冒出来的事情 有一个叫AXIO的杂志 AXIO 一个网络的这个杂志 那么今天就早上就登了一篇 有关于对川普总统的这个访问 那么谈了很多事情 其中有一个让大家都惊吓到的 就是在这里头川普表示 他有意要限制出生公民权 那么这就是这件非常这个 让人家惊醒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美国当然是属地 就是说如果你在美国出生的话 不管你的父母是谁 只要你在美国出生 那么基本上你就自动取得公民权 就有公民权 那么就是美国公民 那么这个做法呢 当然是基督这个 这个美国第10 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所说的事情 那么这个说法呢 这个基本上的意思是说 如果在美国 在美国就从英文上来讲的话 如果你是在美国的这个naturalize 是在美国出生的人 第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人 第二个 就是在美国规划的人 在美国规划的人 在美国规划的人 那么在英文上呢 最近还有一句话呢 并且呢 是接受subject to jurisdiction 就是接受美国合法管辖的 这样子的人 那么都可以取得 如果在美国出生的话 都可以取得美国的这个公民权 或者是州的这个州民的这个权利 那么川普现在这个说法呢 他今天今天这个说法认为说 这个宪法是解释的啊 他们认为啊 就是这些保守派的认为说 根据宪法当初创这个写宪法啊 所谓这个开国元勋在制宪的时候 所说的意思是讲说 对于那些合法的人啊 合法的人啊 合法的人在美国拥有合法身份的人 那么他所生的这些子女呢 应该可以视为这个美国的公民 也就是说这些合法身份的人 是subject to jurisdiction 就是是在美国的合法管辖下 那么这些人啊 那这些人包括已经在美国出生的人 那么这些人呢 是基本是具有这个合法的身份 身份啊 这个移民身份 或者是说这些人呢 这合法的移民身份呢 也包括有永久居留权 如果正式解释的话呢 也可以包括说取得美国签证 进到美国境内的这些人 也就是说在美国出生 也是还是有可能的 如果你的这个身份是合法的 但是如果是无证进来 是没有身份进来的话 那么这些人所生的子女呢 就不能视为美国公民 如果这个解释啊 如果现在是川普身份 他认为是说 可以朝这个方面去解释这个事 那么这个做法呢 当然就会大大的限制了 所以在美国出生 就可以拥有美国公民权利的 这样子的历来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常规啊 那这样子做的话 当然就是真正的 就直接的目标 就摆在这些没有身份的人 就是进到美国之后 或者是非法入境的人 或者是在美国合法进来 但是已经身份 这个合法身份消失的人 那么这些人所生的这些子女呢 就不能够具有合法的美国公民 那么这个当然是针对啊 特别是针对我们等下也会提到的 这个所谓从墨西哥这边进来的 大批的这些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进来的人 那么这个是今天早上最早传出来的事情 那么川普说呢 川普说他知道这个事情 会受到宪法上这样子的挑战 解释权的挑战 但是呢他的顾问告诉说他 告诉说他 他可以利用行政命令来解决这个问题 用行政命令来这个限制 在美国能不能够谁可以取得 这个生下来就具有美国这个合法 这个美国公民的这样子的责任 跟这个权利啊 所以这是今天早上冒出来的事情 就是对于这个宪法 大家以为本来都可以规定好 在美国出生就有公民 就有公民资格的这样子的说法呢 可能现在川普 会用行政命来这个来加以这个限制啊 那么这个如果照目前的这个解读的方式来讲呢 他不是全面的啊 不是全面的限制所有人 只要是你是合法的啊 你是合法的接受美国管辖的话呢 那么这些人应该还是可以留下来 在美国会生的子女 是属于这个美国公民的 那么川普这个讲法 其实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11月6号之前 就要开始投票啊 其中选举投票这个时候呢 又抛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有关移民的问题 那么现在开始被很多人认为是在操作啊 是在在选前操作这个移民问题 也就是川普要用这个移民的问题 即使现在这个其中选举 真正关系到的就是这些 这些所谓我们地方的这些众议员啊 还有参议员 而没有直接关系到这个这个总统这个选举 也没有关系到国家的这个政策性的东西都没有 而是我们地方性的选举 但是由于川普的积极跟强行介入 把这整个其中选举的这个这个层次啊 完全的拉高了 拉到一个国家政策层次来面 那么这样子呢是有好也有坏 那么就就川普自己本身来讲 他已经决定要把这个移民的事情 作为这次选举的最后 他最后一个礼拜啊 到处去这个帮这个候选人助选的这个场子里头 要主要主要所说的这些这个主打的这些议题啊 那么这当然不是没有这个这个客观原因的 客观原因就是现在从这个中南美洲来的过来的人 特别是中美洲来的人 是第一波从宏都拉斯来的人呢 那么这些人所造成这个直接啊 要要就是要说摆明了就是要来美国 那么来美国之后呢 他们要接想要强行入境美国 然后被美国人抓了之后呢 然后开始申请政治庇护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这样子进来的 这种所谓申请政治庇护呢 大概只有80%到90%的人 基本上都会被否决掉啊 只有少数的人 10%左右的人会留下来 只有有正当的这个所谓这个被迫害的这个原因 才会申请政治庇护 多数人都会被遣送出去 但是这些人明明知道有这样子的情况呢 还是继续往前冲 所以这个就这个等于说给川普这边 给川普政府这个制造了一个继续 一个强大的反非法移民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么昨天所传出来的这个消息呢 就是现在等于是第三波的啊 第三波的所谓这个大鹏车队caravan呢 又已经形成了从萨尔瓦多啊 从这个从萨尔瓦多开始推进 要往这个墨西哥这边推进 我们知道第一批是来自宏都拉斯的这一批人 第二批呢是从这个瓜里玛拉 瓜里玛拉是跟墨西哥接领的人啊 那么当第一批的人 从宏都拉斯的人这边走过去之后呢 那么当地瓜里玛拉的人 也跟着也跟着受到影响上来 那么再一批呢就是这个新的 从这个从这个萨尔瓦多这边出来的人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镜头是昨天啊 这个是第二批的人 他们呢本来要从这个墨西哥跟这个瓜里玛拉 这个中间有一个大桥啊 他们要从这边过去 可是呢墨西哥呢就出动这个军警 跟这个边界巡方员了 就把这个桥堵住了啊 不让这些这个大批的这些人过去 那么过去当然要经过这个身份和验啊 什么这些那这些人都完全都没有离境啊 就离开这个宏都拉斯也好 或者是瓜里玛拉这些政界没有 所以这些人基本上就过河了 找这个比较浅的这个地方呢 就过了这条河 那墨西哥政府呢就出动这个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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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防的直升机啊 用这样子的这种这种声音啊 加上大量的风呢 希望能够把这些人吓到 阻止他们过河 但是没有用 这些人还是过了河了 昨天有一大批人过了河 过了河之后呢 就先在河岸 就是等于说已经到了墨西哥境内了 开始这个集结 集结之后呢就继续往前走 那么我们最早康之知道有4000人 后来就增加到14000人 那么这些人数呢 在最近过去过去两三天呢 有的增加有的降有的减少啊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又陆陆续续这个人数在减少当中 因为有很多人呢 这个长途跋涉之后啊 已经开始受不了了啊 在这个过程中间吃的东西也好 住的条件也好 整整他们发现 没有像原来想象中 这么容易走到这个所谓 美国跟墨西哥的边界 所以现在的人数呢 从原来的人数在减少当中 有的人就等于是 席家带卷已经受不了的回去 有的人是想家也就回去了 所以就陆陆续续的 就往后等于停止下来的 倒回去走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有新的人呢 这个在中途中加进来 或者这些人没有得到 这个足够的这个讯息 说这个第一批走的 已经实在太累了 已经劝大家 不要再走等等 后来这些人 还没有得到讯息 所以还有这个新的人 又在加入 那么这些人 照目前来讲的话 即使要走的话 大概 大概11月6号 大概走不到 那么走不到的话 但是这不是一个说 走到走不到的问题 那么现在 就算他们在11月中旬走到之后呢 会给美墨这间带来 美墨边界这间带来一些压力 所以川普呢 基本上就利用这个机会呢 把这个议题呢 重新再点燃 而且是加添油 加财的 把这个事情点燃起来 那么他昨天呢 就派了 就指定派了5200名正规军 是部队 正式的部队 到这个美国跟墨西哥的这个边界 来协防 当然部队是核枪实弹的了 但是他们 当然他们的责任呢 并不是在于说要跟这些难民 跟这些移民真正产生正面冲突 他们的目的 现在所接到的命令就是协助 已经在这个美墨边界 从加州 还有这个亚利桑那州 他们所派出来的将近2000名的国民兵 协助这些国民兵 在这个边界这边 开始这个帮忙提供这个公式的这个 就是这种铁丝网的架设 还有一些这些其他的工兵的 这些工兵 等于说是 战地的这样子的一个设施的这种搭建 还有这个给他们人员上 还有这种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些支持跟指导 所以基本上这个派出这个正规军下去 是一个姿态性的这个表示 是说我们有决心 来防卫我们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国土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进来 所以川普昨天在这个 在这个这个这个 接受福斯访问的时候 播出来福斯访问的时候 已经说明了 这个等于是说 进犯美国 进清美国 所以这个认为 这个示威是侵犯主权 一定要加以挡住 那么美国另一方面呢 也在这个美国驻墨西克大使呢 也派出不少人到这个难民群里头 跟他们说 这些移民群的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再进来了 进来了你们并不见得能够得到这个 这个政治庇护 而且这个几率是非常小的 所以也在做进行这个劝导的工作 那墨西哥呢 由于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之下呢 现在已经也是加强了这个态度 不断的这个 这个让这些墨西哥人 让这些这个沙尔瓦多 彤都拉斯这些中美洲的移民要退回去 所以墨西哥这边也在美国的压力下做了 因为美国昨天 有一个参议员呢 也放话说了 如果墨西哥不尽到他自己的责任的话 那么如果这个美墨之间新签署的这个 这个所谓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这个贸易协定的话 那么今年这个年底在这个参议院就不会通过 我们甚至要否决这个事情 拿这个来威胁墨西哥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整个情况来下 是川普拿这个选举来作为一个 拿这个选举的移民议题 作为整个选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来炒作 希望这样子的话能够影响到这些 本来对于这个情况并不了解 但是现在看到移民不断的涌进来的人 能够投票支持这个共和党 那么所以这个包括这个所谓大鹏车队 这个移民再加上今天川普丢出来的 所谓有意要限制出生公民权 那么这个说法也都是在这个11月6号之前 所推出来的这个打这个移民牌的 这个主要的这个目的 那么也许这个选举过了 那么是不是川普还会继续推动这个事情的话 也许会缓下来 但是不管至少在这个11月6号之前 川普是会把这个牌打得非常的非常的积极 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下这个昨天也是一件事情 就是昨天这个川普最后 川普在这个机会访问中 在跟辅司讲话的过程当中 又提出了一件事情 最后就是说这个川普 将会可能在年底之前 要全部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这个货品全面课税 也就是说川普还有最后一张牌 2670亿的这个来自中国的这个货品 这个2670亿的这样的货品 他要全部上25%的关税 那么这个是他这个今天 昨天所丢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说法 那么这个说法最早是在这个Bloomberg 就是彭博的这个消息里头先冒出来了 冒出来是说 假定这个11月在这个11月底 本来这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主席 两个人会议在阿根廷布伊诺斯艾瑞斯的 这个G20会议上面来进行来来这个见面 如果如果说这个见面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这个这样子的这个条件的话 中国没有办法答应中国美国的这样子的这个改善 这个降低赤字等等这些条件的话 那么川普就会在这个12月开始 对于这个等于说明年1月1月1月 元旦开始对这个中国进行2570亿的这样子的课税 那么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严重了 等于说对于这个来自中国的这个所有传品全面课税 所以昨天这个本来这个股票一开始 昨天的股票一开始还是还是好的 还是这个还是这个多多还是这个不断上涨的 结果这个话一说出来呢 大概到了三点多钟的时候 三点二十几分的时候呢 整个股票大批往下跌 那么回来了这个最后在收盘的时候呢 虽然回来一点 但是也是跌了两百多点 所以整个这个市场的对于这个彭博这个报导说 是要对中国全面上关税 这个事情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么昨天这个说出来之后呢 那么各地都有不同的解读 认为说这个 比如说这篇文章是CM 这个美国这个零售业协会 他们认为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 会很快就会结束 至少在今年啊 他们有人这个投资家的预测这个这个今年会结束 今年年底前回数 原因是因为呢 两边呢都没有办法再继续这个支撑贸易战 所带来的这些经济上的损失啊 因为一方面中国的这个经济 现在的的确已经看到了啊 已经这个趋缓下来了 而且人民币不断在在扁啊 已经有这个几乎要破七了这个这个情况 而且还有可能会继续在扁 那么美国这边呢 已经看到陆陆续去看到这个经济 也会停下来的这种可能性 因为这个因为因为怕这个担心这个通货膨胀啊 所以这个联联这个联储会就开始加息 加息的话 那么势必把这个经济这个往前冲的这个势头呢 就会稍稍的这个拉缓一下 所以呢双方之间的大概都有对经济 可能会趋向这种这种减缓的这个压力下 所以大家愿意在这个年底之前 会谈出一个情况 但是也不一定 还有别的人认为说还是会继续这个继续往下走啊 那么这边这篇文章 这个CNBC也是认为说啊 可能会happen by the year end predict investment就是这个有关于这个投资 投资理台的这个战略这个这个布 布局家啊 他们认为是有可能会结束的 但是其他的人认为也还是不太会结束的 起码还要拖到两年的这个角度来讲 例如有一个有关于从这个天然气的角度来看 就是美国现在大量的天然气啊 手上有很多天然气想要卖 这个天然气呢 一方面其实强迫啊 让德国让欧洲来卖美国的天然气 甚至不惜让这个德国啊 跟俄罗斯之间本来已经签订的这些 这些这个天然气的买卖 还有这个这个过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协议啊 都要把它这个破除啊 这个废除或者是降级 转而来购买美国的天然气 那么这个天然气从美国角度来讲呢 大概还要两到两年左右才 那美国自己这边天然气的所有这些 所有这些附属设备 才能够完全完工才能够正式输出 那么其中另外一个美国的天然气 就是大买家 就是中国 中国也要 美国也希望这个中国 或者是强迫中国来购买美国的天然气 那但是这些还要经过美国自己本身 这个输出的这个设备港口啊 这些设备 大概需要一到两年之间完工 所以也有人推断说这个天然这个 因为天然气这个角度来看呢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大概还要再耗到一年到两年 一年至少两年的这个角度 所以很多人在谈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个推断的情况 那么就昨天的情况来讲呢 那么显然是川普认为说 如果说我们12月 11月见面要谈呢 最好有些有些东西 我们至少有个势头 如果你没有这个一个大致的一个提纲出来的话 我们当然就没什么好谈的 那么昨天在昨天就在这个时候呢 美国商务部呢 又公布了一个更这个更这个 这个严重的一件事情 等于说被人认为说是中兴 中兴通讯 第二个中兴通讯的事情 也就是说在中国有一家公司 在福建 福建近江有一家公司叫 静华 静华这个集体 这个集体电路有线公司呢 他们在最近2016年呢 开发了一个叫做这个储存器生产线 储存器就是Drum 这个东西是这个我们所有这个包括手机也好 包括电脑也好 一个记忆的这个存储器 一个存储器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主要的这个产品呢 叫micron 我们翻译成美光 这家公司是在这个爱沃州生产的 那他大概是世界上第三大的这个生产厂商 那么现在呢 因为他这个东西都非常这个精密 而且非常先进 原来呢是出口到中国的 这已经行之有名出口到中国了 还有加上其他这个韩国的另外其他几家公司 都到中国去卖 所以中国是需要这样子 micron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记忆存储器的产品等等 那么现在呢中国自己要做啊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近江 近华这家公司 已经被列入2025主要的中国这个核心工业里头 也就是说2025的目的来讲的话 就是将来这个micron 这个这个近江近华这些公司呢 就必须要取得这个自治 国产国造的这个这个能力 来将来达到这个这个不再依赖这个美国这样子的进口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一个一个未来中国要做的事情 那么那么现在呢当然是还是继续买美国这个产品 可是美国现在呢商务部就已经了解到了 这跟这个跟这个中芯通讯是一样 那么从中芯通讯来讲 当然是利用它违反了这个这个中芯啊 不断的去卖东西卖的这个违禁品给伊朗啊朝鲜啊这些事情 所以美国用这个法律的理由呢 就把中芯这个等于说刚开始啊 就在今年年初三四月的时候就把中芯卡掉啊 在美国这个市场把它这个供应链卡掉 所以中芯几乎会要倒闭 这个事情后来当中完整的这个 完这个这个这个挽还之后呢 美国派出这样子的监力人员 直接进出到中芯到现在监察它 所以中芯现在就等于起死回生了 但这一次呢对于进华这些公司 美国就是这个商务部直接就进出了 寄出了这个制裁令 就是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商务部啊 昨天所公告的东西啊 把这个这个福建这个进华 这个他的这个产品啊 就摆到美国的这个这个这个 出口管制的这个名单里头了 如果呢任何任何美国的公司啊 美国的公司要把这个相关的这个 这个机电这个和这个集体电路 这个产品啊 特别是上记忆体传记忆这个存储器 这种东西啊要是卖到这个进华去的话 都需要经过批准 但是呢这个批准呢 基本上的原则是 基本上是以不批准为原则啊 那么这样子的态度 来对这个来跟中国之间 这样子做这样子的科技转移的事情 来加以强烈的限制 那么这个是一件蛮大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对于中国会受将来 中国现在目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事实上这里头 其实就牵着到更多的事情 因为这个这个美光这家公司呢 基本上他先告了这个台湾啊 台湾有家叫联电公司啊 联华电电联华电器公司吧 他们是跟这个晋江一起合作 晋华一起合作来生产这个Drum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基本上是呢 因为这家这个联电公司呢 跟这个美光之间也有合作 就是联电的员工啊 可能就把美光的这些机密啊 就送到大陆去了 就是员工里头把他送到大陆去 那么这个事情呢 在这个台湾也对这个联电呢 开始进行形式的这个提追啊 这个控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等于是说 连这个美光美国这个公司呢 就告了这个包括进华 进华跟这个台湾联电一起等于侵权 那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呢 这个进华呢反而倒过来告美光啊 美光偷取了这个进华这边的这个产品 所以呢福建的这个福建的人民法院呢 在今年8月的时候呢 还7月的时候呢 就判美国的这个 美国这个光美啊 我们刚刚看了 micron这家公司败诉 败诉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准 就是不准这个美光的这个产品啊 再销售到中国 那当时人家就认为说 这个中国做的有点过头了啊 你这个为了要这个呃 为了要证明这家公司侵权 不惜让自己这个拿不到美光的产品 而让自己的这个产品受到受到损害 所以认为中国有点过头了 但是美方这一次呢就将计就计 既然你限制我的话 那我现在倒过来 我就限制我自己不准卖东西 给你这个不准卖这个这个 这个高级的这个这个gram啊 这样子的这个存储器 记忆存储器到中国去 所以这个呢等于是这个这个 在商界里头 他们自己这样一来一去 这样子所造成的一个影响 但是从美国这个国家安全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直接的就限制了这个美光这家公司 不准再把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卖到中国去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现在来讲 当然是贸易战下的一个比较 又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一个一个做法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个这个中国这边啊 也有一些做法在黄豆方面来讲 我们知道这个黄豆就是上了25% 关税之后呢 中国就拒绝买美国的黄豆了 但是中国自己本身黄豆不够 所以就产生很多一连串的问题 那么像这个 这家美国的这个农业杂志呢 就报了就是说 中国在上个礼拜呢 已经开始新的有关于给这个动物啊 给予这些猪啊 还有这些鸡 鸡饲料成分的加入 成分上面ualtı 这样子的改变啊 换句话说 中国在这个自己本身农业部这边啊 已经修改了 给这些鸡跟牛所吃的这些东西的成分 那么成分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蛋白质的成分 这蛋白质成分我们知道 就是来自这些黄豆为主了 这些豆饼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央网 昨天有发布猪鸡饲料新标准功夫 目的是什么呢 是减少大豆进口需求量 那么基本上来讲 就是把猪吃的 这个里头所含的大豆和蛋白质 给它减少了将近的1% 这样子 那么这个鸡吃的 这个禽类吃的 大概减少1.5% 当然这句话就是说 等于说猪的伙食变差了 或者是鸡的伙食变差了 那么这个目标 当然是用很多这种替代方式 替代的饲料的方式 来取代100%要依靠大豆 那么从这个角度 当然就是减少了进口大豆的依赖 这整个是一个做法 那么这个做法 显然就是为了因应美中贸易下 所产生的这样子的压力跟冲击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美中的这个贸易战 已经对中国在各个方面 都产生了这样子的影响 那么包括现在连猪跟鸡 禽类所吃的东西 都会受到调整 这个调整基本上 当然就是等于说是降级了 因为你把下调了一些 很多一些原来的标准 所以这个也看得出来 是说在整个这个经贸战中 中国所受到的影响 所做出的这些应变 那么这个事情还会继续在发生 就是我们在说的 大家在看这个到月底 到这个11月底之前 到底中方是不是有这个准备 拿出来让川普认为合理 或者是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这样子的一个大纲 因为还不可能会有正式的细节出来 大概一个大纲的情况 但是美国现在一直要求的 就是在于2025 还有这个中国制造 以及知识产权这方面的这样子的 中国拿出来了这样的具体限制 也就是说外商 比如举例来讲 外商到中国去做投资的时候 它的技术不能被强迫 转移到这个中国合资的这些单位里头 美国这方面希望能够保障 这些外商自己的这个厂商 到这个中国去合作的时候 技术方面能够受到保护 等等这些事情 那么就要看中国是不是 愿意在这个年底之前 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 让美国来了解 最后双方坐下来谈出这个事情 是不是可以在这个经贸方面 尽早结束这样子的对立 当然我们也知道 这个除了经贸之外 在军事方面 还有其他在这个所谓影响 双方各国两国之间的这种影响 包括前几天 昨天我们说的这个学术上的影响 或者对美国政治的这个影响 对美国这个这个市场上的这样的影响等等 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炎 炎炎的这样子的冲突 跟这样子的对峙情况还是在 所以即使这个贸易谈成之后 其他方面还会继续继续存在 包括在军事南海方面等等 但不管怎么样 如果说这个是能够解决的话 那么当全世界 这个经贸界的话 或者是这个就会喘了一口气 好今天我们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谢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新logo网友票选活动开始了 自九十年代初问世 明镜媒体集团已经走过了数十个年头 为接轨当代美学元素 体现新媒体在体需求 集团正对下属新闻网站和相应APP 进行系列改版活动 我们现已结束设计征集活动 在此 集团长邀网友们参与明镜新logo票选活动 此项活动将以网络票选方式进行 由明镜网友全程参与明镜集团新logo评选的决策过程 经由网友和专家评议产生的优胜者 将获得相应的回馈奖品 活动办法是在活动期间内浏览参赛作品 在您喜爱的作品上点击按钮即可 每个email地址每24小时可以投下一票 所有参加票选活动的网友均可获得火拍力100枚 网友票选有效时间为 即日起至美东时间2018年10月30号23点59分截止投票 明镜希望打造一个立足于服务海外华人 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媒体 坚守独立自由的新闻原则 并致力为网友提供真实可信的资讯服务 此外 未来的媒体空间将打破受众 作为信息被动消费者的传统新闻模式 在精心设计的价值体系支撑下 网友将切实参与优质内容生产和创意建设 共同打造独立 责任 价值三要素 良性循环的全新媒体生态